大家好,我是巴德國中陳俊亨老師 今天要講的生物核心概念是光核作用 這部影片分成兩個部分 1.前導實驗 我們會進行一個小實驗來帶入光核作用的主題 2.概念解析 概念解析又分為兩個概念 第一個是葉的構造 第二個是光核作用的介紹 1.前導實驗 這個實驗在家裡就可以直接進行操作 我們可以利用廚房常見到的東西來進行廚房中的科學 首先我們拿出小蘇打粉 小蘇打粉就是所謂的碳酸氫鈉 那我們等一下要配置碳酸氫鈉的水溶液 那就拿一個空罐子 那我們就加入適量的小蘇打粉 其實不用太準確 簡單方便操作就可以了 好 好 那待會呢我們會加入清水 自來水 讓它混合均勻 那我們製作這個小蘇打溶液的目的呢 跟我們的主題呢有相關 小蘇打溶液呢 其實呢它小蘇打溶解在水裡面呢 會解釋出跟光合作用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成分 那我們就先不破梗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那混合均勻的 其實就呈現透明無色的樣子 好 配置好 那我們再將這個小蘇打溶液呢 倒在兩個杯子裡 所以這兩個杯子的小蘇打溶液的濃度是一樣的 那待會呢就是我們可以做參照 好 兩個杯子都有小蘇打溶液 接下來呢 我們要進行呢 葉定的製作 首先呢 我們找這一片是玉蘭花的葉子 那其實可以用其他種葉子 那我們就選擇 嗯 葉脈不要太多 不要有滷汁的 然後有點厚度的 那我們就用這個打孔前打動機 敲出 剪下 圓圓的 小葉子 稱為葉定 好 那我們這邊就快轉 因為老師要製作30顆葉定 那其實你用柚子葉 加冬樹的葉子 也都可以 就是不要有滷汁 葉脈呢 不要太多 那我們在打孔的時候呢 要避免葉脈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就分做清水煮跟小蘇打溶液煮 這個葉定呢 待會呢 會浮在水上 順便要做一個動作 就是把裡面的氣泡 好 給它抽出來 好 讓我們的溶液呢 進到葉定裡面 那 這邊呢 就是先放10個 來進行 好 操作 那我們就用這個針筒 吸 清水 裡面呢 放了10個葉定 那另外20片葉定呢 就用另外一個針筒來放 好 我們把20片葉定 放進去 好 那等一下呢 這一個針筒呢 就要抽小蘇打溶液 好 讓 這20個葉定裡面 充滿了小蘇打溶液 所以他們是 不同的變因喔 那我們吸取小蘇打溶液 好 好 那我們待會就要進行處理 好 那我們可以準備一個 橡皮墊 先放在桌子旁邊 那接下來呢 要進行 抽氣 我們要把葉定裡面的氣泡呢 給它趕跑 你可以用拉的 我們手大拇指呢 壓住這個針筒的開口 然後我們去拉這個 針筒的握把 然後呢 我們邊 邊 邊抽取空氣 然後邊 彈一下 讓葉定呢 不要浮在我們的銅壁上面 好 我們這樣子抽它 那大家可以仔細看到 當我們在抽這個空氣的時候 葉定呢 會冒出很多小氣泡 表示呢 這些氣泡呢 從葉子裡面 這些小圓片裡面 冒出 那另外呢 我們用抽的方式 也可以用壓的方式 來把氣泡趕出 可以仔細看 當我用力的 將針筒往下壓 這些葉定呢 就下沉 原本 會浮在水面上的葉定呢 經過加壓 之後呢 把裡面的氣體趕走 我們的葉定呢 就會沉在 容易的底下 好 用手彈一彈 看有沒有呢 黏在管壁上 我們目的是要讓 所有的葉定呢 都可以沉在我們的 容易的最底部 所以用抽的跟壓的兩種方式 盡量的趕出我們葉子裡面的空氣 有一個還上幅 你看老師加壓了這一顆 這個葉定呢 其實就會 往下壓 我們要反覆的操作 好 那這邊是有剪接 所以老師其實已經把它完成了 那可以看一下 真正成功的是這些葉定呢 裡面都充滿了水 所以呢 它會沉在容易的最底部 這樣代表呢 就成功了 可以來準備操作實驗 好 那等一下碳酸氫鈕組的20個也這樣操作 好 接下來我們把清水組的石片葉定 放在杯子裡 小蘇打的石片葉定 放在杯子裡 這邊是照光組 那最後石片小蘇打的葉定呢 就放在另外一個杯子裡 這是黑暗組 那現在是中午大太陽的時間 我趕緊蓋黑布 讓這個第三杯不要照光 好 那待會可以看一下 這三杯裡面的葉定 會有什麼樣的變化 你首先可以看到中間的杯子 好像有綠色的葉定 開始往上浮起來了 是小蘇打照光組的 那清水的呢 都沒有動靜 即使照光也沒有動靜 好 我們小蘇打容易呢 照光組的呢 第二片第三片都浮起來了 好 這邊老師就做快轉 好 因為這個中午大太陽的時間 所以它其實作用非常的旺盛 好 大概五分鐘內 大部分的葉定呢 都浮起來 那每一杯呢 老師都放十片的葉定 好 第一杯是清水加照光 第二杯是小蘇打容易加照光 第三杯呢 是小蘇打容易 但是是黑暗組 不照光 大家可以看一下中間的杯子 夜定都普遍的上浮 有九個浮在液體表面了 好我們來檢視一下 大概時間過了兩三分鐘 那可以看到清水煮的呢 雖然照光 但是葉定呢 都一樣沉在水裡面 好 這是清水照光的 我們先放到旁邊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小蘇打容易 照光煮的 有九片葉定的上浮 還有一片葉定沉在水底 不過我相信再給他一點時間 他一樣呢也會浮起來 一樣放在旁邊 接下來我們來看黑暗組 打開 他一樣放小蘇打容易 也有十片葉定 但是因為沒有照光 他們就少了某種作用 所以呢葉定呢都沒有改變 都一樣沉在水裡 不過呢待會 如果維持一段時間照光 他們也是會開始浮起來的 這三杯就是我們前導實驗的一個結果 好 那這個實驗呢 跟我們的主題是有關係的 我們先來看幾個問題 第一個 要如何利用針筒 使葉定下沉 它的原理是什麼 好 我們用打孔機呢 打出來的這個葉子呢 雖然薄薄一片 這個葉定 看起來扁扁薄薄的 但它其實還是有厚度在 這個葉子裡面呢 還是有藏的一些空氣 所以這個葉子呢 不做處理的話呢 它會浮在我們的液體上面 就沒辦法進行做實驗 所以我們利用這個針筒的原理呢 就是經過我們的抽跟加壓 趕跑我們裡面的這個空氣 那空氣被趕跑了 旁邊的液體呢 容易呢 就滲進去到我們的液體裡面 就讓它重量就更重了 所以呢 它就會往下沉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針筒 利用抽氣 甚至加壓的原理 把液體裡面的空氣給趕跑 讓容易進去 使液體呢 可以往下沉 達到我們實驗的一個準備的需求 第二個呢 我們觀察三組葉錠有什麼樣的一個變化 那我們可以看到實驗結果呢 第一組清水 它是清水處理 照光 結果呢 這些葉錠呢 經過兩三分鐘 它還是全部沉在我們的杯子底下 它是依然沉著 沒有變化 那我們第二杯呢 是小蘇打溶液的處理 這裡面裝滿小蘇打溶液 夜錠裡面呢 也充滿小蘇打溶液 那它有照光 就發現呢 經過兩三分鐘 中午的大太陽 它就開始往上浮 浮起來 有九片夜錠是浮起來的 那我們第三杯呢 也是小蘇打處理的夜錠 這個杯子充滿了小蘇打溶液 夜錠裡面也是有小蘇打溶液 但是呢 它是沒有照光 是黑暗組的 經過兩三分鐘呢 它依然呢 沉在我們的杯底 那我們就要想一想啦 為什麼夜錠會上浮 它浮起來的可能原因是什麼 那可以推測兩種可能 原本沉在水里的夜錠呢 它會浮起來 那可能呢 就是可能是浮力的改變 或它 我們的重量的一個改變 所以我們 我們可以想說 這個夜錠 照了光 經過某種作用 它產生了氣體 這個氣體呢 可以趕跑裡面的水 或者是附在我們的夜錠表面 那這個氣泡呢 氣體呢 附在我們的夜錠表面 形成氣泡 這樣呢 就增加夜錠的體積 就讓浮力變大 或者是呢 這個氣體呢 這個氣泡呢 把夜錠裡面的水呢 給排開了 把水排開了 讓這個夜錠呢 重量減輕 所以在浮力不變的情況下呢 它就浮起 所以我們夜錠浮起的原因呢 應該是它產生的氣體 使得呢 它開始上浮 那為什麼三個杯子有不同的結果呢 這個原因是什麼 我們可以討論一下 這個就牽涉到我們今天的主題啦 這個某種作用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三個杯子 清水 照光 小蘇打 照光 小蘇打 黑暗 只有第二杯 小蘇打 照光組 它滿足某種條件 產生了某種作用 有氣體產生 所以呢 夜錠呢 就往上浮 其他呢 繼續下沉的這些夜錠呢 就是沒有 某種作用的進行 沒有氣體的產生 它一定缺少某種條件 所以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清水照光組 跟小蘇打照光組 就是清水的原因 這個清水可能燒了什麼 讓這個葉子呢 不行做某種作用 所以沒有氣體產生 這個小蘇打黑暗組 跟這個小蘇打照光組 對照一下 他們差了光 黑暗組少了光 所以呢 它不滿足某種條件 就少了某種作用 就沒有氣體產生 所以依然下降 這就是我們前導實驗的一個活動 配合問題呢 接下來要進入到我們的主題 1 2 概念解析 首先我們來看葉的構造 那其實呢 薄薄的葉子呢 剖開來看呢 它其實是 好像三明治這個夾層的構造 那我們就要認識呢 這葉子裡面呢 每一層它的細胞 它的組織 在做什麼 那麼可以從 由上往下上表皮到下表皮 你們來看看有哪些細胞 那最上面這個呢 是上表皮 好多上表皮細胞呢 就稱為上表皮組織 那中間這些綠色的呢 都稱為葉肉 所以很多的葉肉細胞呢 就稱為葉肉組織 那在葉子裡面呢 會有這個葉脈 葉脈呢 就是運送水分養分的疏導組織 那這邊是下表皮 那下表皮呢 還有很特別的細胞 細胞呢 叫做保衛細胞 好我們接下來就往下看 詳細的構造 好 那首先呢 我們介紹上表皮 與下表皮 那表皮細胞呢 它都是扁平 透明 排列 緊密 那這樣呢 就像拿盾牌的衛兵 擋在外面 所以它其實對葉子呢 是具有保護的功能 那我們的表皮細胞呢 外面呢 植物的表皮膠 外面可能會有這個角質層 甚至有些植物的葉子呢 會分泌這個蠟質 這角質層呢 跟這個蠟呢 都具有防止水分善失的功能 所以呢 我們的表皮在外面 有保護 以及防止水分善失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一下下表皮呢 多了這個特別的細胞 這特別細胞呢 叫做保衛細胞 保衛細胞 都兩兩層對的出現 那保衛細胞呢 做的這個工作呢 它可以控制氣體的進出 所以待會我們來看一下保衛細胞的詳細功能 好 保衛細胞呢 它呈現半月形 這樣呈現半月形 裡面呢 有綠色的顆粒 這綠色顆粒呢 就是我們之前講過的葉綠體 這個構造 葉綠體 它可以進行今天的主題 光合作用 所以保衛細胞裡面有葉綠體 可以做光合作用 那通常是兩兩層對出現 中間夾的這個縫隙呢 就是氣孔 氣孔呢 就可以控制氣體的進出 那我們 陸地上的植物呢 它的氣孔呢 常出現在我們的下表皮 所以呢 這邊課本上的圖呢 就是下表皮 有兩兩層對的保衛細胞 中間有這個氣孔 保衛細胞呢 可以膨脹 萎縮 控制氣孔的開關 所以它可以調節氣體的進出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旁邊的表皮細胞 跟保衛細胞 課本上顏色塗的不一樣 表皮細胞呢 就呈現透明的 所以它就沒有塗任何的顏色 那保衛細胞呢 塗綠色 表示它要具有葉綠體 所以這兩種細胞呢 要回去分辨 有葉綠體的 才可以進行光合作用 好 葉子中間最主要的細胞呢 就是葉肉細胞 好多的葉肉細胞 我們就合稱葉肉組織 那葉肉細胞呢 裡面就有明顯的綠色顆粒 這個綠色顆粒呢 就是我們講的葉綠體 這個構造 那葉綠體呢 可以進行光合作用 大家可以看一下呢 靠近上表皮的葉肉細胞呢 它們排列的比較密集 靠近下表皮的葉肉細胞呢 排列的比較鬆散 這樣鬆散呢 有助於呢 氣體的擴散出去 所以呢 我們前面的前導實驗呢 我們用打孔機 打了這個葉錠 它其實呢 下面因為鬆散 比較有空隙 所以呢 藏了很多的空氣在裡面 所以我們的葉錠呢 其實會浮在水面上 是這個原因 那接下來呢 可以看到我們的葉脈 這個構造 葉脈的構造 葉脈呢 它是細長的管狀細胞 它其實是有很多的疏導細胞 集合而成 所以我們稱為疏導組織 那它可以運送水分 運送養分 那詳細的這個疏導組織呢 如何運送水分養分 在後面的章節呢 我們也會介紹 植物的運送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什麼是光合作用 那光合作用呢 其實這個流程圖呢 明顯的可以看到幾個元素 第一個光合作用要有水 再來有二氧化碳 當然要照光 那我們前面呢 講到呢 光合作用呢 要在一個很重的構造內才能進行 就是葉綠體 那葉綠體呢 裡面有這個葉綠素 這種色素 所以讓葉綠體呢 呈現這個綠色的顏色 那光合作用呢 會製造出葡萄糖 也會釋放出氧氣 跟這個水 所以呢 我們光合作用的一個簡單的流程呢 是這樣子 但是每一個 呃 元素呢 都有比較需要再整理的一個重點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光合作用 第一個原料就是水 那植物的水從哪裡來呢 其實就是根部吸收 根部吸水之後呢 藉由疏導組織可以往上運送 運送到葉子裡面去 那另外光合作用 另外一個重要的原料呢 叫做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呢 是一種氣體 那它哪裡來呢 它就是要從氣孔 我們下表皮的這個氣孔來進出 所以呢 植物有了水 有了二氧化碳 還要有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這個光 這個光呢 是光合作用的一個核心 那我們葉綠體 裡面的葉綠素 它是具備吸收光 這樣的一個能力 所以當葉綠素呢 吸取這個光 擷取裡面這個能量的時候呢 再藉由一些酵素 它可以把水跟二氧化碳 合成 合成 變成葡萄糖 所以光合作用呢 是一種小分子 變成大分子的合成作用 那葡萄糖做出來之後呢 就可以藉由葉脈 這些疏導組織 運送到植物 所需要的地方儲存起來 那比如說它可以運送到植物的花 可能開花需要養分 或者是結果石也運送到果實 就是把這個養分 儲存在果實裡 或它把養分送到根 讓根的細胞可以利用 所以葡萄糖呢 從葉子光合作用 製作出來之後呢 就藉由疏導組織 運送到植物的各處來使用 那植物呢 各個細胞呢 接收到這個養分的葡萄糖呢 它也可以轉變成澱粉 或者是其他的養分形式來儲存 例如我們吃的這個豆子 我們吃的花生啊 或者是綠豆紅豆啊 它裡面呢 就富含蛋白質以及油脂 這些呢都是我們的葡萄糖 經過光合作用做出來之後 在一系列的一個變化 轉變成其他養分來進行儲存 那光合作用呢 也會釋出氧氣 這個氧氣呢 就藉由氣孔呢 來散失 所以你會發現呢 光合作用是利用二氧化碳 那後續呢 會釋放出氧氣 跟我們人的呼吸的一個 所需要的氣體呢 剛好相反 所以釋放出的氧氣呢 當然呢 植物呢 可以利用它 繼續進行呼吸 那多的氧氣呢 就藉由我們的氣孔呢 釋放出去 所以呢 有人說多種樹 可以 減少我們地球的二氧化碳 進行這個空氣 那光合作用還會釋放出水 那這個水呢 當然 它可以回過頭給植物的細胞來繼續使用 那 多餘的水呢 它會藉由氣孔打開 散失 出去到我們的自然 自然裡面 所以這是光合作用的一個 大約的流程 我們可以再 詳細的看一下 其實呢 我們的植物呢 由跟吸水之後呢 水藉由疏導組織向上運送 藉由我們的疏導組織 葉賣呢 送到我們葉子裡面的葉肉 葉肉裡面呢 有葉綠體 它就可以利用這個水作為原料 再來呢 光合作用另外一個原料呢 是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是氣體啊 所以呢 它就要從我們的氣孔進入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二氧化碳呢 從下表皮的氣孔 進到我們的葉子裡面 進到葉綠體 那另外呢 還需要光的幫忙 所以呢 我們的光合作用呢 就需要水 二氧化碳 跟光 那植物的葉綠素呢 吸收這個光 再藉由其他種種酵素的幫忙 它可以將水跟二氧化碳 合成為葡萄糖 所以光合作用最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來幫助植物 製造這個養分 葡萄糖 葡萄糖呢 就可以供植物本身來利用 那植物呢 也會把葡萄糖運送到各處 變成其他養分的來儲存起來 光合作用呢 還會釋放出氧氣 氧氣呢 可以供植物呼吸所需 或者是直接由氣孔散失 光合作用呢 也會產生水 水呢 可以給細胞再利用 或者由氣孔給散失 這是我們的光合作用 比較詳細的一個圖 那你可以把這個圖 跟前面的一個反應式子 做一個連結 這樣就是我們的光合作用的全面的概念 好 這邊我們跟前面的前導實驗做一個連結 前導實驗裡面扣緊了一個主題 就是光合作用 我們先看到這個中間這個杯子 小蘇打照光組 這裡面的夜定呢 經過光照之後呢 會上浮 那夜定浮起來呢 可能是浮力改變了 或者是重量改變了 就浮起來 那我們就說他裡面會產生一些氣體 有氣泡的產生 是滿足了 某種條件 產生的某種作用 其實這個作用呢 就是光合作用 好 那我們的清水照光組呢 也只持續下沉 他可能缺乏某種條件 因此沒有光合作用 沒有氣體 氧氣的產生 小蘇打黑暗組呢 也是不滿足某種條件 也沒有光合作用 也沒有氧氣的產生 所以他下沉 所以呢 根據我們今天學到 我可以把這個圖呢 做個改寫 做個字 好 看一下我們改寫的結果 這個紅色的字呢 就是我們改寫的一個重點 首先我們看到小蘇打照光組 小蘇打照光組呢 是滿足某的條件 因此呢 有光合作用的產生 有釋放出氧氣 使我們的夜定呢 上浮 其實小蘇打呢 溶解在水裡面呢 可以釋放出碳酸 碳酸呢 就是二氧化碳溶解 在水中的形式 所以可以把它當作小蘇打溶液呢 其實是提供葉子二氧化碳這個原料 所以小蘇打 就當作是提供二氧化碳 這個水溶液又有水 又有照光 就滿足剛才老師講的 要水 要二氧化碳 要照光 所以呢 葉子進行光合作用 光合作用 也會釋放出氧氣 那氧氣呢 這個氣泡呢 可能把 葉地裡面的水排出 所以呢 重量就變輕 它就上浮 那我們看一下小蘇打黑暗組 小蘇打呢 一樣有提供二氧化碳 碳酸這個原料的功能 但是 黑暗組呢 它就不照光 所以呢 這一組呢 它其實是缺少陽光 那缺少陽光呢 就不能進行光合作用 就沒有氧氣的產生 沒有氧氣的產生呢 它 葉地裡面水呢 沒辦法排出去 就維持下沉 比較特別是這個清水組 它雖然有照光 但是呢 我們提供是清水 葉子裡面呢 也都是清水 這個杯子都是呈現清水 那其實二氧化碳要溶解在清水的含量 是非常的少 少到呢 我們的植物呢 是沒辦法來利用進行光合作用 那效率太差了 所以清水組呢 它其實是缺二氧化碳這個條件 因此呢 它也沒有光合作用 也沒有氣體的產生 氧氣的產生 所以它依然是下沉的狀態 好 那我們可以小事伸手 好 葉的組成細胞中 下列哪些有葉綠體 而呈現綠色的呢 請大家勾勾看 好 其實要勾的是中間兩個 保衛細胞 跟葉肉細胞 有葉綠體呈現綠色 所以他們可以做光合作用 表皮細胞呢 透明扁平無色 它是負責保護的 葉脈中的細胞呢 呈現細胞的管狀 它是運輸水分跟養分 所以大家各司其職 那這一題呢 植物進行光合作用的主要目的為何 是釋放氧氣提供生物呼吸嗎 還是產生水分供植物利用呢 或者是合成養分維持生命現象 還是消滅病菌維持本身的健康 好 光合作用的目的其實是C 要合成植物的養分 以利維持它自己的生命現象 因為植物呢沒有嘴巴去吃東西 所以它養分呢要靠自己製造而來 那很多同仁可能會選A 這不錯啊 這個釋放氧氣讓我們呼吸啊 好 它的確會釋放氧氣 但是呢不是它的主要目的 讓生物有氧氣可以呼吸 並不是植物進行光合作用的主要目的 植物呢要做光合作用 主要還是為自己而活 而不是為人或為其他動物呼吸而做的 所以這一點呢是有個陷阱在裡頭 影片結束 感謝收看